昨天下午两点左右,一辆四哥达轿车从宁海石孔村的一条巷子里慢慢驶出,正准备横穿马路时,一辆满载毛竹的农用拖拉机开了过来。 看到轿车,拖拉机驾驶员一个急刹车,这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。 拖拉机车上超高超长的毛竹飞了出去,砸向轿车,其中一部分刺进了轿车里。 遭到毛竹万箭穿心后,轿车两扇车窗被刺破,挡风玻璃被砸出了一个洞,司机则被困在了车里。 这时,附近的居民和过路的行人纷纷赶了过来,大家赶紧将被困的司机身上的毛竹扳开,将它救了出来。 随后,救护车和交警赶到了现场,轿车司机只是耳朵受了点伤,其他并无大碍。 目前,这起事故,交警仍在处理当中。